《河北省衡水市》 这是当地有名的一个音乐小镇 任务卡 任务卡通过以下三条线索 在周窝村寻找乐手 三条线索是回家的人 数字44 一片玉米地 这什么意思这是 本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但是我看见这线索 我现在有点懵 到底能不能找到呢 祝我好运吧 来到周窝村以后 感觉真是不一样 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乡村的感觉都不一样 就是它很多的细节都透露着这个音乐 除了雕塑啊 墙画啊 还有这个灯杆 甚至于都能代表着音乐的元素 真的是心潮澎湃 在车上本来我已经没信心了 但是现在信心又回来了 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个回家的人 回家的人 回家的人 出发 出发 在街角的咖啡店 进去问问 这附近有没有那个就是一个回家的人 对 我不太明白您为的 其实我也不明白 这是他们给我的线索 一会儿12点左右吧 就是12点以前 咱们那个下班的那个都下班 有厂子下班的时候是吧 我继续找了 谢谢您啊 谢谢 您是回家的人啊 您回 您回家干嘛去啊 我回去吃饭呢 回吃饭去啊 您是要回家吗 吃饭停不下 好 谢谢您 大花呢 得了 那您赶紧回家吧 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我再问问 在询问无果 感到有些失去耐心的时候 听到不远处传来了音乐声 您好 打扰了 你好 你好 哎呀 没想到没想到 在咱们的乡村 竟然能够听到现场演奏的萨克斯 这个店是您的吗 对 是我的 是您的小店 您怎么会想到 在咱们的村子里面 开了一个西洋乐器店呢 因为从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咱们就开始做乐器 然后现在咱们的村 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人家 都在从事乐器制造啊 或者乐销售啊 周窝村自建村以来 土地就比较少 所以村里自古就做生意 改革开放后 市场对于乐器的需求大增 这让周窝人看到了商机 开始琢磨生产西洋乐器配件 从未见过西洋乐器的周窝人 经过不断地摸索研究 终于掌握了关键技术 而短短的几年时间 他们也从配件制作 成功发展到生产第一支单黄管 周窝人也开始了 与音乐的缘分 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嘛 咱们这创建那个音乐小镇这样一个项目 自己做了个工作室 周卫苍 80后 18岁就进入村里的乐器厂上班 学习组装萨克斯 随着周窝村的西洋乐器产业越做越大 2012年辞掉了厂里的工作 开始自己创业 开了这家萨克斯工作室 制作维修手工萨克斯 我想问问 就是您把店开在这 那有人来买吗 哎呦 你太小瞧我们这个村了 我们现在啊 我们村的每年卖出去的乐器 超过100万件 我们一共40多人 每天都在加班中 而且还有很多的大师啊 这个音乐教授啊 上这采购乐器来 因为现在这个订单 真的是供不应求 近几年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周窝村迎来新的发展 这个只有200多户的小村庄 由最早的西洋乐器厂 发展成为今天全国领先的 西洋管弦乐器生产基地 周窝村的乐器畅销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仅带动了乐器生产 及加工配套企业近百家 也带动了村里及周边村民 三千多人的就业 而生产乐器的这些村民 也渐渐迷上了西洋乐器 我用我不专业的眼光 评价一下您刚才的演奏 很专业 这是给别人定做的一个萨克斯 我正在试音 因为你每个声音都有试到位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在您这感受一下 您教教我 没问题 一会就能教会你 太好了 我看您这摆了好多萨克斯 咱挑一个 来 挑一个 好 这么多萨克斯 我看你能不能挑出哪个 更好的些来 我看看 我就来 我看这个吧 我挑这个 这怎么样 你的眼光不错 是吗 这个萨克斯 就是咱们出厂价都万十块钱 出厂价就万十块钱 所以说这个成本还挺高的 你的左手在上面 你看这三个大的按扣了 右手呢 这有个纸托 托到这个位置 你就能拿了吧 现在合一合适 可以 是吧 现在可以照相了 你自己吹响看能不能吹响 气息稍微强一点 是吧 气息 吊得太紧了 吊太紧了 没事吧 来 输氧机 有氧气没有 我来点 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有没有机会听听您再过我们吹一下 这样咱俩合作一个吧 合作一学 咱俩合作一个 太棒了 我接你一下 走 悠扬的乐声从手中的金色乐器中缓缓流出 缭绕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好 您的 你吹太好了 谢谢 我是不敢吹 我话给您捣乱 您刚才吹这首首曲子叫什么名 这个叫回家 您等会 我好像明白我那张任务卡的那个说的意思了 让我找一个回家的人 其实就是不是让我找一个吹回家的人 您等会吹的是一个回家的曲子 是不是 我们过两天有一个音乐节 想组织一个乐队 您愿不愿意加入 行 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我们村里边像我们吹仨的人挺多挺多的 我觉得咱们现在就去好不好 行 咱们现在就去 出发走 走着走着 走着走着 这就是咱们那个我给你说那几个人 好 真的是让我有点震惊 这是咱村的 对 是您说介绍几个爱好者 我以为肯定是年轻的那种喜欢音乐的年轻人 没想到都是这个重量级的老艺术家们 说实话 很难想象得到 这竟然是几位老人在玩着时尚的西洋乐器 感觉在这里 享受音乐是最简单的事情 他们随时随地就可以来一场现场音乐会 咱们这个村下到刚会走 上到99都能玩 要么跳舞 要么唱歌 要么玩音乐 乐器产业的发展 不仅给周窝人带来了富足的物质生活 也改变了周窝人的精神和气质 您这萨克斯保养的最好 这是这些乐器 正光挖亮的这个萨克斯 您这是多少钱买的 我这不是买的 我这是发的 哦 村里发的 对 12年的时候 咱们是建议音乐小镇 村里边发了一大批乐器 就丰富咱们这个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就是生活那个现在吧 也富裕了 然后在没事的时候 我们叫萨友吧 一起吹吹这个乐器 看我们都挺健康的 都挺年轻的吧 就是我们吹啥吹的 真是真是 我以为这没有底气 还真吹不了这个 这是舒畅的叔叔吹 是不是 越吹越吹就那个痛快 压青树没想过 不知道有这种乐器 这老老的看起来 一乱笑 再也笑去了 村民告诉我 以前他们在村里就是种地干活 收入不高 也没有任何业余生活 随着生活的富裕 现在村里越来越重视文化生活 他们除了能享受音乐的红利 也可以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与快乐 我们想组建一个乐队 您愿意参加我们乐队吗 当然愿意了 愿意 您呢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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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呢 愿意 愿意 这我们这个就算是成了 那乐队的萨克斯团队组建成功 真的不愿是音乐小镇 你听 就是你走到这儿啊 经常会被猝不及防的乐器的声音吸引 就是他们每天生活业余时间 都是各种各样的乐器都在练习 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就是音乐氛围特别浓的一个地方 这第一个任务我算是顺利完成了 但是这第二个任务 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没底 这数字到底跟这音乐人有什么关系呢 您好 先生 打扰您一下 现在我需要找一个人 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就是44岁的人 他是一个乐手 但是跟44有关的这么一个人 你这都给我说懵了 我也是来这儿 旅游的是吧 对 但是我刚才路过那个 有一个排练厅 那块有人在排练 就是有乐手在排练 那行 我们去看看 这么热 在敲鼓 几个小朋友 哇 这太帅了 给你们鼓掌 这感觉太震撼了 我就跟你说 这几位小朋友打得都很好 但是你是C位 我发现了 你学鼓学几年了 学四年了 学四年了 有没有考级什么的 考了 考到十级了 十级 最高是多少级 十级 高手啊 高手啊 练鼓得用好长的时间 有没有影响到学习啊 不影响 因为村里就有学校 放学就先回家想做业 然后就在这里练鼓 你多大了 我11岁了 练了三年了 三年了 未来有没有什么梦想 我想长大 长大想成为一个音乐老师 音乐老师 就不光教鼓是吧 你好 王老师 这都是我们未来的音乐战线上的老师 这个特别棒 周窝村的音乐氛围 为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 开启了音乐殿堂之门 在他们的心中 埋下了音乐的种子 刚才我看你敲这个 你这一串拍这椅子 这算不算毁坏公务这个 这可不是椅子 那这是什么 这是卡红鼓 这是鼓是吗 对 对 对 来 你敲来 这个确实是 我不太了解乐器 这里面应该 你岁数应该算最大的了吧 对 今年22 刚大学毕业 毕业以后 对未来有没有什么 职业规划 想回家乡发展 怎真都是愿意 让外面闯闯 你不外面闯闯吗 其实心里边 也是想让外面闯 但是喜欢音乐 然后家里也是从事音乐的 现在家乡也是为音乐发展嘛 还是想回来 是吧 自己建设自己家乡 音乐 为周窝村的每一个人 提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也吸引了更多 像周嘉兴这样的年轻人 回村发展 青春的蓬勃朝气 让周窝焕发新的活力 说实话 这几位小朋友 都打得很好 当然 中间那C位小朋友 打的是感觉最好的 你现在是C位 又是10级 刚才你们打这个 乐曲叫什么名字 叫热气球 热气球 打起来很激情 怎么听起来 那么萌的这个名字 热气球 刚才你们打这个 这个节奏难不难 不难 因为这是个 四四拍的节奏型 不是 你刚才说 是什么节奏型 四四拍的 四十四 哎呀 谢谢你 你在不经意间 帮我完成了任务 这就是让我找一个 我们乐队的鼓手 是不是 所以就正确地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乐队 好不好 不行 因为你还没打出 四四拍的节奏型 你打出四四拍节奏型 才能加入你呢 怎么又多一层任务 这是又 这个脚放哪儿 脚放这儿 脚踩 踩着是吧 然后再这么 对 这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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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任务完不成了 我这一点都得学两天 你们走吧 你们都走吧 太难了 这个 你再不通过 这部份全让我消漏了 加入我们吧 好不好 这真的挺难的 我们鸡个掌 就算是通过了 好不好 通过 来到周窝 真的是刷新了 我对乡村的看法 这里的每一个人 无论老人还是孩子 都有属于自己的 一个音乐梦想 您好 您好 您是 我是父亲村民 村民 我看您也抱个吉他 我是闲着没事的时候 没事经常过来 到这排排量 自己练练 彩排一下 对 彩排一下 对对对 一看您这个发型 应该就是一位 搞艺术的 您是科班出身吗 不是 不是 我原来是搞装修的 我装修搞了二十多年了 这跨度有点大 您原来是搞装修的 对对对 那是怎么个契机 打一二年 在中国装修 感觉这么挺好 我都不想走了 把这一直在那扎根留在这 一直赶紧研究音乐 学音乐了 您来这之前 接触过音乐吗 乐器 也不怎么接触 就是来到这就喜欢上了 对 来到这就喜欢上了 您现在学什么乐器了都 吉他 钢鞋也会点 架子骨也稍会点 您这还是全都行 来这的人都是有音乐梦想的 都是对音乐有情节的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如今的周窝村 依托乐器产业 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音乐小镇 不仅成为游客的流连之地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 村里民宿 乐器店 音乐 咖啡屋随处可见 王伟是这家咖啡厅的助唱歌手 白天在这里演唱 晚上创作歌曲 我来到这的感觉就特舒服 就是它是一个又是有咱们中式小镇的特色 又有那种西式的风格 装潢 您这个老家就是这儿了吗 我老家我是唐山人 怎么经验巧合来这儿了呢 我其实是在就在衡水学院上的大学 上学的时候其实就在这里做兼职 毕业之后呢就在这儿留下工作了 这里的环境很好 容易让人的心灵沉淀下来 比较有利于创作音乐 包括这里其实也有很多学习交流的机会 每年都会举办很多大型的音乐节 会来很多老师或一些专家 从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 音乐的力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音乐人 留在了周窝 在这里东方与西方的文化融合创新 乡村与城市的文明碰撞交汇 国内外音乐人 乐器手工匠人 越来越多像王伟这样的人 在这里相遇 有没有为这片生活的土地创作过什么作品 写过一首歌叫《小镇情缘》 有感而发 对 就像歌里唱的 如今的周窝美了 村民富了 乡村振兴的美丽乐章也正在奏响 化作一个个音符 飞扬在乡间的田野之上 在这边玉米地这转了半个小时了 这怎么着啊 这难道是玉米做成的乐器 有人吗 这不是玉米的韩国 凭十多 不是玉米的羽米的华氏 这是玉米的乡村 你才有话 让你对着 这幅想是玉米的 有点勾力 您刚才吹这乐器叫什么 小号 您这小号吹得可是真好 但是就是这地点 怎么选在了这儿吹呢 一找那个草 拔完草累了 我就出来吹一会儿 拔完草累了 然后吹一会儿 那不是更累了吗 不是 它这边能缓解心情 缓解疲劳 您生活中就是老吹是吗 一累了就吹它 经常吹 您看看 在一片玉米地边上 竟然发现一位乐手 而且是把音乐融入到生活的乐手 我好像明白了 那第三条线索 一片玉米地 是不是就是说 要在这边找一位 把音乐融入到生活的乐手 那就是您啊 我们要组一个乐队 想邀请您参加 您愿意吗 愿意 太好了 太好了 同意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如今音乐 已经渗透到 周窝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他们不仅把乐器 做成了产业 带动了家乡的发展 同时也因为音乐 把生活变成了诗和远方 不过还有一个事 真是 哎呦 到点了都 我都忘了通知村民排练了 那没事 我一吹一声号 他们就都过来了 好 这挺有气势的 音乐团算组织起来了 感受一下我们音乐小镇人的热情 音乐小镇人的音乐素质好不好 好 感受一下我们音乐小镇人的音乐素质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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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窝人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 通过乐器追逐梦想 让心中的声音传到远方 也让远方的客人寻着音乐前来 共同演奏出属于自己的中国范儿